2019年8月 一场规模空前的纳达木大会 在东乌珠木沁旗举行 在热闹非凡的主会场之外 一场特别的拍卖会正在紧张地进行 拍品正是赫赫有名的乌珠木沁 乌珠木沁旗有着古老的蒙古绵羊血统和基因 个体高大 背腰平宽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肥大厚实的尾巴 被称作肥尾羊 据马可波罗游记和原史记载 从元朝初 西陵锅勒草原就是皇家御用草场 当时朝廷开始有目的地选育皇家专用的 黑头白体身肠肉多的肉羊品种 用来祭祀天地和祖先 这就是乌珠木沁羊 为乌珠木沁羊举办专场拍卖 是近年来东乌珠木沁每年纳达木大会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现代科学研究者看来 地处北纬43度的西陵锅勒草原 水草丰美 光照适宜 是上苍恩赐的黄金牧场 这里牧草种类丰富 品质优良 水源清澈丰沛 原始天然的环境 历史悠久的泽优培育传统 造就了乌珠木沁羊上乘的肉质和绝佳的口感 出了东乌 只想乌羊 被简称为乌羊的乌珠木沁羊 肉质鲜嫩肥而不腻 是制作各类羊肉美食的上等食材 而对于草原人来说 最地道的美味莫过于手把羊肉 用乌羊制作手把羊肉 方法也有讲究 要像羊肉煮的香 燃料只能是牛粪或羊粪砖 烹煮羊肉的水中 一把铲鲜 小火慢炖各把小时 一盆鲜美的手把羊肉就上桌了 这份唇齿流香的滋味 从此锁定了时刻的味蕾 成为令远方来客 魂牵梦营的一种草原味道 对于牧民阿格日乐图来说 这一天无疑是他最幸运的一天 他的一只乌珠穆沁阳 在这场拍卖会上胜出 拍卖出了三万一千元的高价 乌珠穆沁阳 是草原的恩赐 这份属于草原的珍修美味 也为当地牧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 每年都有数万只乌珠穆沁阳 从秦皇岛庄船发往中东 成为远消海外的美食品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透过牧民们爽朗的笑声 肥美鲜香的草原味道 成为了一张通往世界的美食名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